缺点问题全台关注赖清德考虑把核电当作紧急备用电力 但被行政院狂打脸说核电不会延译实际一算 目前全台最大宗的火力发电39%靠燃气 31%靠燃煤和燃油 等于台湾超过7成电力都仰赖进口 一旦发生战争海运遭到封锁 天然气的安全储存量却只能撑11天 在文蔡政府当紧急状况时到底要靠什么发电 国安的议题上面有在做讨论 细节的部分就不方便跟大家讲 发生战争马上就少掉了将近八成的供电的来源 我们的对手还不需要炸我们的发电厂 我们大概就已经没电了 要是紧急时刻台湾少掉7成电力 现在执政党又打算把仅存5%的核电拿掉 名嘴痛骂难道是真要求风求雨拜太阳 百姓得看老天爷心情才有电可用 燃料棒一进来至少就是15个月 乌克兰之所以打到现在还有电 就是因为他们国家一半以上的电力供给是来自于核电 你要紧急使用你的燃料棒在哪里 侯友宜也指引民进党想要守住非核神主牌 但拟律能不能这电又要从哪里来 近期状况时电到底在哪里有没有电可以用 大观却扯说是国家机密闭口不敢讲 就怕事实的真相会让全台百姓都看傻 记得黄军继续观好 SN小组台北报道